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8月21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这个消息呢,是昨天刚刚发生的 北京时间20号的晚上7点多 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基地发生了一个恐怖袭击的案件 这个恐怖袭击呢,是这样的 中国不是帮巴基斯坦建那个瓜达尔港吗 完了以后呢,这个瓜达尔港现在它的业务量是越来越大了 其中呢,也包括为阿富汗也提供这个港口的服务 那我们知道阿富汗呢,它是一个内陆的国家 如果它要做这个海上的进出口的话呢 它就会依赖一些港口 那离它比较近的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另外的一个港口呢,就是伊朗的恰巴哈尔港 就依赖这两个港口 那恰巴哈尔港呢 在过去10年当中 印度呢,试图想通过伊朗的这个恰巴哈尔港 然后呢,通过阿富汗打通和中亚以及东欧的这条经济命脉 但是因为印度一直没有资金 所以已经都10年左右的时间了 就把伊朗的这个恰巴哈尔港呢 一直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一直到中国最近和伊朗签订了这个25年的协议 伊朗呢,就要把这个恰巴哈尔港拿回来 由中国来帮助他们建设 如果中国帮伊朗建设这个恰巴哈尔港的话呢 那中国呢,就会打通中亚这块的一带一路 和北边的这个中国班列的这条铁路线连接起来 那现在呢,阿富汗又被塔利班收复了 现在的形势呢,进一步的对中国比较有利 那这形势呢,就完全逆转过来了 本来是对印度有利的 印度通过恰巴哈尔港 然后打通阿富汗 因为当时呢,阿富汗的那个政府是亲美的 同时呢,也是亲印度的 但是现在呢,情势完全是逆转过来了 这块现在呢,对印度就非常不利 印度肯定是怀恨在心啊 然后再说回来,巴基斯坦的这个瓜达尔港 那印度呢,和巴基斯坦 他们两家是世仇,对不对 在英国撤出对印巴地区这个殖民统治的时候 英国呢,是历来是特别坏,对吧 临死不留好处 临走的时候就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那个中间呢,画了一条线 给这两个国家就画出来了一个边境线 至今这两个国家也是以英国所画出来的这条线作为边境的 那英国特别坏就坏在哪呢 他总是画这个边境线呢,把这个民族跨在两个国家之间 好让这个国家之内有民族仇恨,民族矛盾 比如说他画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这一部分 其中呢,就包括两个民族 一直都闹独立 北边呢,就是普什图族 而南边呢,就是碑鲁之族 这两个民族一直呢,都和巴基斯坦政府是作对的 一直都闹独立 那中国在巴基斯坦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本来这一带一路呢,对巴基斯坦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呢,他问题是这样的 对巴基斯坦人民越有利,人民就越拥护巴基斯坦政府 那如果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力越高 越不利于这两个民族闹独立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呢,中国在巴基斯坦所搞的这个一带一路 是受到这两个民族的仇恨的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就在去往达苏水坝的路上 拉着一车的中国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大巴车 就受到了恐怖袭击 一开始的时候呢,巴基斯坦还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机械故障 但是呢,中国一想这个问题 马上就想到这绝对是一个恐怖袭击啊 其实谁看到这个新闻都会想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这就应该是北边的这个普什图族 他们这个人搞的 或者说就是巴塔搞的 巴塔呢,就是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人建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一想就是他们 但是呢,因为当时发生完了以后 他们并没有出来声明对这件事情负责 那就让人想到呢 他背后是有人指使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如果说他们干这些事 他都是想达到一个效果 就让他这个族人 让他这个本民族的这个人呢 看到他们所取得的这个成就 那他们并没有声明对那事负责呢 中国就认为说 这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 中国还派出了侦查专家 侦破专家 有公安的有国安的 去帮助巴基斯坦的警方 来侦破这个案件 那前一阵子已经是有了结果 巴基斯坦呢做了记者会 想示人公布 说是呢这个就是巴塔干的 但是呢他背后 受到了阿富汗政府 以及印度政府的支持 印度政府为什么会来支持他们呢 是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世仇吗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那些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就是印度的朋友 印度就给巴基斯坦境内的这两国独立势力 提供帮助提供援助提供支持 还有呢大家前一阵子能知道哈 在他们的南方贝路支省 就在瓜达尔港附近的一个酒店 也发生了停车场里面的一个恐怖袭击 那个也没有人站出来声明说对那事负责 那这事呢 就肯定 背后也有印度的身影 这一次又在瓜达尔港又发生了昨天 又有一车就拉着中国这个基建工人的一个大巴车 他们在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现在已经建好了在正常的运营 他的业务呢是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中国就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在那个地方修一条高速路 如果这个高速路修好了的话呢 就会打通从瓜达尔港 往北一路到中国边境的这个中巴走廊 还有呢 还会打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交通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这条高速路修通了以后 将使一带一路呢 又往前发展了一步 那这件事情一定是贝鲁之人恨之入骨 也是印度希望贝鲁之人能够把怒火发泄出来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发生在20号的下午7点多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站出来声明说对于这件事情负责 那就应该是和达苏水坝的那件事情呢 都是类似的 他之后是有人在支持的 背后支持的人就是印度和美国 印度现在已经得到了美国的真传 特别的会说一套做一套 说的挺好听 然后做的呢全都是一些龌龊的事 印度前两天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 在独立纪念日的这一天 印度总理莫迪做了一个88分钟的一个讲话 他这88分钟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反恐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反扩张主义 反恐就指向塔利班 而反扩张呢就指向中国 就是中国这个一带一路 非常的嚣张 在中国的协助下 巴基斯坦已经是侦破了 已经公布了达苏水坝的那一次恐怖袭击 背后就是你印度 中国还没给你算账呢 印度呢不光不收敛 而且更加的嚣张 塔利班胜利之后 印度马上宣布 马上撤回了他们的使馆人员 并且宣布说呢 永久性的关闭 在阿富汗的这个大使馆 这两天呢我们还看到 现在塔利班胜利之后 又面临着有可能内战再起 这是阿富汗北部的一个省 这个省一直以来都是反对塔利班的 除了阿富汗的政府军和塔利班作战以外 然后就是这个省他们的武装力量和塔利班作战 那这个省的反塔利班的武装力量的背后 也是由印度支持的 现在呢这部武装力量 又加入了前阿富汗政府的这个副总统 他又带着一部分人 因为现在塔利班已经宣布正式成立了新的政府 所以如果说到阿富汗的美国服制的政府 就应该说阿富汗的前政府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反塔利班的武装 现在他们发起了进攻 已经在这个省收复了三个区 现在又向第四个区发起进攻 不过呢今天还看到塔利班 又再一次的向这个地区派兵了 那现在呢就可以看出来 印度和中国之间 虽然说没有公开的宣布 但是呢我们看到 在巴基斯坦 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工程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印度已经向中国宣战了 中国以前的时候呢 应该也肯定是怀疑印度 只不过呢没有抓住他的把柄 那这一次达苏水电站的这个恐袭事件 相信中国手里面已经掌握了他的证据 中国和印度的这个交锋 估计会明朗化公开化 中国会向印度算账的 回合去年在这个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 中方所牺牲的那五个人 加上这个达苏水坝 牺牲的这九个人 以及这一次两个无辜的儿童 在马路边玩 就被这一次的恐怖袭击波及到 两个儿童死亡 还有三个人受伤 其中也包括移民工人 这些账中国一定会向印度来清算的 那我前两天呢 跟大家已经说了 最近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非常的忙 跟各个国家的外长通电话 其中和巴基斯坦的外长通电话的时候 就专门还提到了达苏水电站的这个案件 那巴基斯坦的外长呢就表示说 八方将全力以赴的缉拿达苏恐袭案的凶手 查清幕后势力予以严惩 看到了吗 查清幕后势力 这个幕后势力就是印度 一定会严惩印度的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